然後大人的世界是Monday Blues 小孩的世界就是直接翹課了 就是不用Monday Blues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不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同時間寫了另外一首歌 叫做翹課 然後翹課 剛剛因為剛剛他們在 我剛剛提早來 然後他們不斷地在我耳邊提到 鄭怡農這個人 然後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件往事 就是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剛好跟鄭怡農有合作一部電影 然後那是我的小時候 也是他的小時候 然後這邊喜歡鄭怡農的人 就知道他的第一部電影是 夏天的一把 對 然後我那時候我也有演那部電影 對然後我那時候是一個 我是飾演吉他手 然後 剛好在那陣子裡也寫了這首歌 只是順道一題的 其實沒什麼觀念 然後這首歌是大學生 然後 對於很多事情 有很多 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會覺得 為什麼我一定要念書 為什麼要念那麼多書 對 當然念書有很多好處啦 比如說整天很多好處 但是 其實真正現在出這位之後 發現那些三角函數啊 或是 sin cos 尾基分 對我 對我來說是沒有用處的 當然對很多人只有用處 所以 這首歌跟大家分享 叫做 下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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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詞曲 李宗盛 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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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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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